哈喽大家好,今天我们来闲聊塑料包装的这个行业 塑料跟包装这个行业呢,几间公司都缺乏了定价权 让我们来闲聊这两家塑料跟包装的公司 可那个投行呢,是重申对塑料和包装领域的中性看法 因为呢,包装企业无法将更高的成本完全的转嫁给最终用户 导致他们的profit margin利润率有所下降 由于呢,塑料包装的需求尚未恢复到COVID-19大流行前的水平 而且呢,塑料包装的行业呢,竞争非常的激烈 尽管呢,最近的几个月Restine数值的价格有所走软 但是还是显著于比一年前还要来的高 更加高的劳动力、能源和运输成本呢 也是塑料包装面对的一些问题 所以呢,让Kanaga投行呢,对这个行业呢 还是保有中性的意见 他们给通贯的目标价为三零级九十cent BP Plus的目标价为一零级三十一cent 因为呢,他们觉得这两家公司呢 都有比较好的增长前景 因为呢,有着更加偏高的利润率、分质场 还有他们的产品组合支撑着 更加高的生产成本呢,抵消了很多包装行业的营业额的增长 让投行预计呢,在2022年呢 覆盖的包装公司的收入将增长五到十九个percent 这主要得益于第一,平均售价增长百分之十到十五个percent 主要由于推动的因素 第二个,全球经济重新开放 带来的需求复苏 推动了整体的销量增长 然而平均售价的增加 不足以完全吸收来自以下因素的较高投入成本 还有呢,伴随着国际原油价的飙升 数大幅的上涨 由于从2022年5月份开始的最低工资提高了百分之二十五个percent 还有呢,雇主相互竞争 当地有限的人工群体 劳动力成本呢,是显著的增加的 从2022年2月开始呢 工业领域的电价呢 最高上调了百分之十七个percent 也由于呢,需求尚未恢复到大流行前的水平 所以呢,塑料包装行业呢 竞争非常的激烈 这体现了当前的整体水平 而且呢,塑料跟包装行业呢 平均的使用率约为65到70个percent 在COVID-19大流行之前呢 则为75到80个percent 当然呢,塑料跟包装的这个 行业呢,有好消息就是呢 它的RACIN数值价格已经从2022年4月呢 的近期峰值下跌了百分之十二个percent 到1340美元 百一吨 尽管原油价呢 还是持续保持在100美元一桶左右 有迹象在2022年第三季度呢 更加的疲软 因为第一,大量新的素质制造能力正在投产 第二,来自中国的需求疲弱 因为实施零星官政策的国家尚未从间接性的封锁造成干扰中完全挥盘 而且呢,投行也有消息指出呢 平均售价尚未随着数值价格走低而回落 尤其是对非商品化或者是一些优质的产品 可那个投行呢 对塑料跟包装的首选呢 是通贯目标价格出的是三令吉九十仙 原因呢 是因为它的产能扩张 于2022年第一季度会完成 而且产能提升约百分之三十个percent 主要是面向高端产品 就比如说拉伸膜跟快递 以推动它的中期增长 第二点呢 皮洛的RM令吉呢 会加剧对于出口市场的整体竞争 与此同时呢 可那个投行是维持着对BP Plus的整个预期 目标价呢 却修正为一令吉三十一仙 基于2022财政年 每股影四点五仙不变 因为呢 它采用比较低的PE 也就是九个PE 之前是十个PE的 这比一年前远期行业的 折让的15%的平均市盈利为 10.6%呢 还要来得低 这两家公司呢 都有面临着一些下行风险 就包括了塑料产品的需求 比预期来得低 数值价格呢 比预期来得高 第三点呢 劳动力的短缺 还有第四点 营运成本比预期还要高 还有就是外汇的整体风险 这两家公司整体来说 在塑料行业呢 都是有着不错的表现的 当然这只是个人的看法 并没有任何的买卖建议 如果你喜欢这样的介绍的话 请按赞订阅分享频道 谢谢大家收看 祝大家有个美好的一天